哈喽大家好,我是尼哥西 欢迎收看我们的狂想房线上直播看房 那今天呢,我们回到了大家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就是根巴苏达嘛 那这个地方呢,之前在MCO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超值的 双层半都立两房两楼半的,还记得吗 回顾一下这个地点 就在EDL接近15分钟的车程了 所以就在我们的EDL多的旁边 地理位置非常的棒 那今天不是要介绍你一个线程房 而是要介绍你一个新推出的漆房 来,带大家去看一下 登登!我们的新款式的双层半都立两房 这个才刚刚新鲜出炉而已的 所以可能你们在网络搜索的话 可能还没有看到很多关于这一款 我们一收到好了就赶快跟大家分享 来,说到双层半都立 那这一款的土地面积 就是跟一般标准的差不多一样 就40x80 但是这个也是因为样板房 那等一下我们会给你看一下 这个给你一个该设计概念 待会会给你看一个交房的标准是怎样的 那先看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车房 整个车房这一边都是铺满了 这个Full Town Car Post 所以一进来的时候 就比较有一个 比较 就省了这一笔钱 就看起来比较大气一点 来,当然说到双层半都立来说的话 都会有自己的空地 那这个因为是角头单位 所以它空地也比较大一点 那说到半都立的话 后面也是会有自己的空地 待会我们才去给大家看一下 来,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 这一个我很喜欢 就是 OK,先说一下这整个的发展面积一下 这一边你可以看得到 它整个现在目前第一期推出 只有这个24间而已的 那只有两排 那它的方向 一的就是向这西南或者是东北的方向 目前这两排 那先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目前这边所有单位都已经被订完了 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们还来介绍 是因为它后期还会有再新推出的 而且目前如果说有一些贷款不过的话 可能那你有机会还可以下定 这样子的waiting list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 OK,你进来的时候 跟我们之前介绍的有点很类似 对双门的设计 看起来就大气 而且这一次呢 我很喜欢就是它的电子门锁 已经有提升 upgrade了 你看到吗 看起来几 attach一下 而且这一次还多了一个手指纹 你这个钉一下 你就可以开门的 不只这样子用卡 用密码 或者甚至这边打开 可以用锁石 四种方式让你打开你的门锁 所以这个设计颜色方面 我是相当非常的喜欢 来,带大家进来看一下 那这个呢 一进来就是一个玄关 跟我们之前介绍的车都很类似 那对有拜拜的朋友呢 这边可以坐上一个神台这样子 或者一些 饮兵柜台这样子而已 然后来到这一边的话 就是我们客厅的方向 客厅的位置 基本上你放一个l-shade sofa 在那边摆放你的大大的电视 而且这边还有一些窗户 所以整个一进来的采光 就还挺不错的 那来到我们这一个部分呢 就属于我们的饭厅 饭厅的部分 摆放一个眼座 一个吊灯 那说到这一边呢 它的建筑面积 是它有两款 一个稍微比较小款的话 是2668平方尺 那另外这一款的话 是稍微比较大的 是3027平方尺 然后一共有4加1的房间 然后4间厕所 这样子 应该剩下来说 差不多5间厕所 这样子了 OK 那半独立呢 这一边这一款呢 船边也是有一个这个 side door 就是你可以直接走路 通完你的assess外面 你自己的brival garden OK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种草 养下宠 养下宠物啊 小朋友做一下娱乐园啊 在这边跑来跑去啊 那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storeroom 可以摆放你的一些杂物间 这样子 而且storeroom都有这些地砖 不是给一些养灰 那这边地砖基本上都是 都已经好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厨房的部分 这边是属于干厨房的必份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做你的 这个算是有点island的concept barcounter的concept 摆放你的正常红酒 后面可以做一个b厨 电子炉 或者是这一边 你可以放冰箱等等烤炉 那楼下这边就有一间长辈房 我们来看一下 长辈房的旁边就是厕所啦 那这一边呢 长辈房啦 所以四四方法 而且有这么大一个窗户 采观还蛮好的 可以看着自己的花园 这样养着自己的宠物 这边你可以把它设计成一个work job 这样子 那这个是适合我爸爸妈妈的啦 ok 后面的这边是属于四厂房的部分 其实你看到设计跟我们之前介绍的双层半对地都很类似 ok 那这边是厕所工人房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部分 是厨房部分 很长 这个四厨房 我觉得一年就感觉特别的长 当然这个交房标准的话 它是有点开放式的 你可以跟它做成一个就是封闭式的 或者你就是开放式的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后花园这样子啦 ok 这个是足以另外进行已经装修改善给大家一个设计概念 那我们现在呢就过去看一下我们楼上的部分啦 走 Let's go 哇 真爽 就在双层半独立 空间感特别的大 那我们现在来到楼上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的扶手梯都是采用这种摆杠 还有这个玻璃的这个设计 ok 所以看起来也跟着潮流走这样子 那来到楼上的话 这边一共有三间房嘛 那这边是属于客厅的部分 ok 小厅的部分 同样你可以摆放你的电视机啊 那这边呢 那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就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阳台啦 所以在这边阳台你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花园 ok 而且这边都是属于保安围离的社区啦 所以第一个关卡来到这边 都是可以你住在里面的话也比较放心安全这样子啦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客房的部分 来 这个是另外一个小客房 可是小客房一点也不小哦 放下Quinsight 化妆台 整体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而且带有自己独立的厕所啦 然后整个设计四次方法很适合摆放家具设计等等啦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间客房的话呢 那你可以摆放小朋友的房间也是ok 你看放两张大人床衣柜还有化妆台 整体的空间还是很大对不对 而且也是同样的呢 都有带来自己的独立的厕所这样子啦 那另外也是要提一提就是原装教房标准 开发上有附送smart home的system 就是你可以呃 就是智能家机系统这样子 哦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当当我们的主卧室看到吗 超级大的哦 摆放kingsides bed 而且你还没有看到他化妆台 这边就是他的walk in wardrobe的部分 当然你可以自己设计啦 超大的空间对不对 哇塞女生的最爱 而且这边世界就通往到你的厕所的部分 而且厕所也是空间感整个也是相当的大 而且我很喜欢他用的这个装块那个toss 吃招之专的这个设计 ok 那主卧室呢 当然一定有自己的阳台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阳台的部分 登登 哇 来 登登 哇 而且你看到他阳台呢 都是也是想要把那个白杠 跟这个玻璃的设计 所以从刚才我们这样子外面看进来的感觉都非常的时尚 那刚刚还有另外也是要说 除了说是附送那个智能夹机系统以外呢 你还要注意到其实他有附送这个cdb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cdb都觉得 哇塞 这样high tech的吗 ok 因为一般cdb以前看的传统型的都是那个样子 那还有附送cdb 还有alarm 就是alarm system 还有这个白杠铁门autogit 还有包括就是那个电子门锁 这样子等等了 所以你可以大家看到这整体的空间 目前我们可以往过去那边看一下 他的工程其实已经见到差不多一部分的了 所以很快预计是在三月 sorry 2025年的三月 应该就会交手势 可能会甚至更早 因为这工程还蛮蛮快的 那现在看完了交房标准的话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 sorry 看完了样板房 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交房标准 走 Let's go 那顺便提一提 就是跟bus utama这个地方 这个地点 hello 本身算是属于freehold 永久产权这样子 ok 来我们现在过去隔壁 给大家看一下交房的标准 看到这怎么走 电子怎么走 太棒了 来 哎呀 ok 我们过去看一下 ok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提一提 这个就是原装的交房标准 就有附上这个整个的 是百杠铁门设计 而且不止这边 还有这个 这个小门 子母门 就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也是同样是百杠的 那你来到这边的话 就看到我们大概 当然这个也比较大的了 交房标准的话是40乘80 可以吗 很够宽敞 所以可以给你做很多的设计 一些原画 原液的设计 那这边是你的车房部分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车房很长 特别如果你是加那种vify offer的话 你的车房这个放起来 哇刚刚好 然后另外就是 来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交房标准的部分 就是这个刚才你看的 这个双门的设计 而且这个木门 然后同样的 这个有这个扫文的电子门锁 来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幻想法 现在看一下 现实版花赚钱的 登登 ok 所以它的整体看起来 这些当然有家室装修不一样了 所以有钱你可以把整件物质做到漂漂亮亮 所以这边是玄关客厅饭厅的部分 然后这边的门就是通往到我们的花园 私人花园的部分了 ok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的store room 我们的厨房的设计 所以你可以看到厨房的话 它整个壁砖这边也是直接上到顶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整个楼下底楼 就是我们的底楼的长辈房厕所 我们长辈房的空间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户外的garden 这样子的 ok 所以我们再往去我们的私厨房 一只私厨房 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跟刚才我们看的有点不太一样 当然这边你会经过厕所的部分 我们工人房的部分 工人房同样有厕所 ok 现在来看重点的就是比较特别的 登登 它的私厨房的部分 跟刚才那个封闭式有点不一样 这是采用开放式的 这个也比较少见在信上 有这样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设计 当然如果你要做成在这边 煮也没有这么油烟 或者是你可以在这边晒衣都ok了 就下一天的话 你不需要特地做一个all in 这边摆放就好了 这边洗衣机 ok 所以这边一出去就是我们的旁边 还有后花园的设计 看你要怎样去上用这些空间 好 那我们现在就上去楼上给大家看一下 交房标准的主卧室 还有我们的客房 还有我们的客厅中厅的部分 ok来走 ok来 所以你刚才看到的这个摆杠跟玻璃的设计 好 那来到楼上的部分呢 同样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小厅的部分 然后有自己的独立阳台 你可以看到这一 我们的户外 哇 特别看到这一间的时候就觉得 哇 怎么这么大的空地啊 这是角头单位了 中间交房标准是在那边了 ok 而且我感觉这边的地形 也算是稍微比较偏高一点 因为你看到前面会有点低的 所以我们比较喜欢住一间高高的地形 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 客房的部分 客房的独立厕所 所以空间感还蛮大的 ok对不对 那另外的空间感 我这看起来就觉得之前我接触 有介绍的 就是旁边的这个花园的半独立 一模一样的设计的设计 ok 所以给大家看一个感觉 然后主卧室再看完 来我们再看完最后的主卧室 这个就是我们主卧室的部分 好 我们主卧室的更衣间 然后我们主卧室的厕所 ok 厕所厕所的部分了 然后如果因为这是个别地区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大的话 你还想要做extension的话 那这边阳台 你整个可以在做扩建 扩建到出去的话 就更感觉就更大的了 ok 好 那大致上基本上是这样子 ok so 目前来讲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 想要看我们这个房子的话 可以按下以下的WhatsApp链接 跟我们安排预约 如果还没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的话 那些可以赶快去按赞一下 ok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更多的详情 我们会联系 我们再跟你介绍更多 ok 好 拜拜